哈喽哈喽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是你的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老师是哪儿我们的网上教学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的这一个教学呢 就是我们的Sijara Sijara呢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就是他最后一份的练习 就是这一个Ujian Ahiyo Ujian Ahiyo呢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作业部 这一个第88页这里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这里了 好等一下镜头条条在这里 OK第一个来讲Apaca Maxa Estilla Testaboot Monograph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课本就是第四页 根据这里的话呢我们的Monograph的话呢 有Ujian Ahiyan,U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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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就是这一些我们讲的文字啦 解释啦跟他的这一个文字的记录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很明显咯 所以这个就是他给Uj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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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jian 你看啦如果是Riwalay Dahul就以前的这个 他们的这一个传奇他们的故事 是tempo才对喔 现在我们叫Monograph Monograph是Turisan date reading 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就不要去看后面那个答案啊 我们就选择一个就是C 那接下来去看这一个第二 他说 他说这一个 我们讲的这个artifact 这个文物在登加楼这里被发现 artifact is a book maturator 他说这个他是在 讲述些什么的 那么这个是在讲回教的这一个 回教的这一个 是per undangan islam 所以是per undangan islam 对啊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per undangan islam的话是这一个 呃比啦 是per undangan islam是这一个比的 等一下 我看这里还有没有找给你 你可以去看我的课本第十一页就是这一个 第十一页就是这个 第十一页他说是这个 里面就是hukum islam 所以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per undangan islam回教的法律 所以第二题呢是这一个比 好那接下来去看这一个第三 per undangan physical booming 就地球的这一个改变呢 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后果 地球生物所带来就会影响到地球的生物 per andangan islam 他叫我们去选正确的整个配对啦 所以我们来看呢在这里 正确的配对的话就是在这一个 1800 kuchin 19不是kuda amphibia是那个两栖动物 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去看 zaman ibatu那边 我们要去看就是 这一个第二颗那一边 amphibia这一些就是在这里 ok好 所以如果在这里 你可以去看第三十二页那一边 他不是有一个图的吗 或者是等一下我看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没有 或者是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这一个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这里啦 第二十八页那边也是有讲的 第二十八 因为如果好像你看啊 dianasar讲一万八千吗不对 dianasar是这个195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amphibia 都在这里390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该看了呢 这样的话就是don't kill 其他的就不中却了 第三题就是donkey ok 这样我们来看第四啦 他说 nambalatin milankovit salong sajjanasai slaman pukkna gan teori pusingan bhumi 地球绕着太阳 apak kassan depada peristiyo kassbun 他说地球绕着太阳啦 这个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ok这个的话呢 你要去看第三十一页就是这个 milankovit就是这个 之前我讲过的 kala pusingan mnyebabkan 就是blakku pabaga pukkambang abadzama aybatu sitabkali bhumi mohambri matahari 每一次地球接近太阳的时候呢 地球的温度就上升 mengati panas 然后就导致了冰川融化 kichara aybatu 所以这一个第四题 都要看了第一个 pusingan mnyebabkan kassan aybatu 这个不是还没有这样讲 pusingan mnyebabkan kassan planet planet是指其他星球 都有这个地方 pusingan mnyebabkan kassan aybatu 就是说冰川融化 对啊 地球升温嘛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一根丝 一根丝的话呢 就是比 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 第四题 第四题的答案呢 是这一个比的 好了 接下来去看第五 mahlamabriku pukkaitan pusingan mnyebabkan kassan aybatu pusingan mnyebabkan kassan aybatu 就以前的人 他们呢 的这一个 他们的这一个进步啦 mengatayu kassan aybatu 就是他们懂得生活 起火 mengatayu kassan aybatu 他说什么时候开始 就人们懂得生活 就知道这个火的这个概念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在 等一下 pusingan吧 OK 这个你可以去看 也是第三十一 就在这里了 pusingan 他们就是 等一下 呃 就是 呃 这个这个在这里 可以看到的 kabanya kassan aybatu 不是啦 我们不啊 看到吗 所以是 pusingan 就在这里 所以这样子的话 第五题的话 就是这一个 donkey 第五题就是donkey OK 然后第六题 他说呢 apakazaman pusingan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artifact er yandihassip turanmawas turanmawas的话 是在 zamanlogam的时候 OK 然后第七 antabrikutman negan ruburgam kabuchaya 马来 zaman neuritik neuritik的时候 他们呢 有什么 这个kabuchaya 他们的信仰 是怎么样的 mangamakakanimisme 当然 animisme 是在最早 的那个perlidik mangatakakupachaya rucho 就有一些宗教仪式 在进行 对 mangatakitabun silapasmati 他们相信 死了之后 还有生活 mangatakopjaya objetdisklin bunyayi quasa 这个是 underanimisme 在perlidik的时候 所以二跟三的话 已经是进化到 二跟三 就是C了 所以第七题 是C OK 第八 mangamabrikutbukaitan dengan hasiksenia mashaka tama dun arwa 当首的文明 the ar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OK 好 他说呢 这一个 apagatama dun 他问你 这个文明呢 是什么 这个文明是什么 apagatama dun arwa tisibu 这个应该要 去看 这里要去看 这个第四课 near east的话 这个应该是 mesopotamia 第四课 少得了 第四课 我们讲的 mesopotamia OK 好 第四 mesopotamia mesopotamia 第四 mesopotamia book of the dead 这个答案 其实是mesopotamia 但是在课本这里 OK 这个等下我再回来跟大家讲 呃 我们这一题啊 这个第几啊 这个第八题这里啊 可以稍等啊 第 哎 等一下 sorry 第八题那边呢 我们要先放那个答案 第八题呢 是tama dun 是mesopotamia 所以我们先劝这个 OK 等一下我们 我们再去找 OK 好 接下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第九题这里 他说 dham tradisimbarat 在西方的这个传统 他说呢 就是tama dun 文明这个字呢 就表示说 我们呢 人类呢 在 tama dun 就达到 在文化 这里呢 达到一定的水平 他说 根据西方的文明的话 这个所谓的tama dun 文明指的是什么 OK 文明指的是什么 文明根据西方的 这一个解释呢 是硬体方面 并不是 我们讲的 这个精神方面的 所以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讲 你可以去看 等一下 我找给你们 是不是pandanganbara 你可以去看 这一个就是第七十九页 这里 civilization OK 有Kasuniyak Buddhaya Undam Pandaran 这一些 或者是我们讲 technology economy structural politics Kamashakatam Pandaran 这一些 最终西方的这一个 站在它的角度 是这样子 阿kita Phosphat 这里是哲学 平行 宗教信仰 这里是根据 回教文明的解释 所以这个是 Panurisan 他们的文学 Pandaran 他们的城市 所以是三根四 所以就是这一个 donkey的 所以呢 第九题啊 第九题的话 就是这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 这一个donkey OK 等一下 刚才他们讲的 第八题就是这一个 第八题不是吗 他说 The art of the ancient Nier is menunjukkan ketingki asya kassuniyak mashakat di Babylon Babellon到Babellon 就是Mesopotamia 所以答案就是 刚才我讲的donkey OK 好 然后接下来看 这个之后 我们就来看 第十 他说这两个 他们的这一个任务 是什么 在Mesopotamia 这个是他们的掌握 他们的那一个 Bandaran的这一个 这个 OK 你可以去看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 Bandaran 在我们 等一下 Tamadun Indus 这个 Organisa 稍等一下 这个Tamadun Mesopotamia Mesopotamia 这里 Sumeria OK 这个的话呢 你要去看 课本的第九十集 就在这里 他们的庙宇 就是在Mesopotamia 他们呢 就是Distirgan Untutuhan Bulan 就是给那个 月亮的神的 叫Nana 然后他的棋子 叫Ninga 他们是掌控 这个城市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 第十题 就是Muasai 一般的 就是L OK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 这一个 第十题 重复 第十题 的答案呢 就是这一个 OK 然后第十一题 这个呢 就是Sumeria 本的 在哪一个 时期 这个是在 埃及的 这个历史 基本上是 分成三个 阶段的 OK 之前好像有讲过 就是我们讲的 第一王朝 Pubah Petanahan 是中王国 时期 跟Karajan 巴鲁 就是新王国 时期 所以如果我们讲 那个Rajan Manus 就是在这里 这个课本的 第九十九 Karajan Pubah 第一王国 第一王朝 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讲的 Rajan Manus 所以就在 这个Karajan Pubah 这里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第十一题 就是这一个 C 这样子 OK 所以第十一题 重复 第十一题的 答案是 这一个C 好 然后接下来 多看多一题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他说呢 对于希腊文明来讲 这个Police 但我们自己讲的Police 不是警察 Police在Yunani的概念来讲 就是他们的城市 他们的居住地方 他们的这个城市 他说这个Police的风隙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就是他问的 我们有Police 所以Police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 在这里去看到 他说呢 Tamadun Yunani Nagra Kota 这个在118 他们的城市 他们叫Police 他说 第一个Karajan 是结合 Bandah Udama Bandah Kachil 跟Karajan Police呢 不只是Ibu Kota 也是他们的 Pusat Dumbah Mashaka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 就是第十二题 这里啊 第一个 Ibu Kota 对啦 Pasa Awam 是说他们的 那种市场 这样子 买卖东西 Dumbah Petam 拒绝的地方 Pusat Dumbah Mashaka 就是说 大家集中的 这个地方 根据刚才那边 就是Ibu Kota 跟Pusat Dumbah Mashaka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根诗 根据刚才我们课本 118 所以呢 第十二题是B 所以重复啊 第十二题呢 是这一个B OK 第十二题是B OK好 Tamadun Romalami Era Pax Romana 阿Paga Kap Era Pax Romana 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候 在罗马的文明里面 所以最辉煌的时候 Pax Romana 你要去看这里 OK就在他们这里 Pax Romana 就是在课本的第127 Pax Romana 他说呢 就是他们的 他们们 Chapai Tahab 就是这一个Zaman Kegemilangan 最辉煌的 Era Pax Romana 他们是最辉煌的 这个Tahab Kegemilangan 最辉煌的手 在127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一定是要选 Zaman 是中间的嘛 Kemrosotan 就是下滑不好的手 Kegemilangan Pax Romana 是发展 所以当然是C OK 所以第13题的答案 是这一个C 13题是这一个C OK好 这样我们试试一下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